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每个版本都会对英雄进行调整 但从每个版本的调整结果来看依旧有强又弱的 所以很多玩家也发现了调整的意义 实际上也是让部分英雄崛起而已 而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赛季最强的一些英雄 目前已经崛起成了这个版本的最强毒瘤 一起来看看都是谁吧 1.莫子 莫子在这个版本是黑马英雄 之前莫子一直是冷门英雄 而且表现也很弱势 由于技能太强也不敢太过增强 地图变大之后对他的正面影响很大 可以更轻松地瞄准对面的脆皮英雄 命中率反而大幅提高了 而且他的输出爆发明显要增强 2.牛魔 牛魔是老牌的强势辅助之一 但是能够掌握他的玩家却少之又少 因为牛魔的技能设定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预判能力不行的话很难玩好牛魔 特别是打团的时候不允许有任何失误 一旦出错就可能导致后排暴露在对面的面前 从而后排被人直接秒掉 但是玩好之后就很无解了 3.王昭君 王昭君曾经由于大招过程中不能移动 经常被玩家吐槽 然而在技能改动后 王昭君已经不会再被大招死限制了 而且还先增加一个被动伤害 这样王昭君的整体表现已经彻底崛起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